讲修行 落实于生活 讲经典 源源于人生 欢迎来到禅心学院 聆听达观师傅教会 开启智慧人生 畅谈六组谈经 八一二 当之宗趣 整理者 心灯 读诵者 心音 辱念此经 以何为宗 达曰 学人根性暗顿 从来但一文念诵 启之宗趣 誓曰 吾不识文字 辱试取经 诵之一遍 吴当未如解说 法达即高声念经 智方便品 六组问法达 辱念此经 以何为宗旨 法达曰 学人根性暗顿 从来但一文诵念 启之宗趣 被这样一问 法达 讲不出来 他的意思就是 我只会诵经而已 哪里知道什么宗旨 这就是问题之所在 你们诵金刚经 金刚经以什么为宗 你不知道它的宗趣 不知道它的根本思想在谈什么 这就看出来你在学东西很盲目 不明白 你当弄清楚之后再学 在读经典之前 你还是要先请问那行人 比如 你喜欢读般若经典 或你喜欢读唯识 那我就会告诉你 应该读哪几本 连法达这么用功 精进的人 都不知道自己在送什么 其实并非只有法达 很多人都如此 有的人很喜欢读书 但是他永远只是把读书当成兴趣 很多人喜欢临睡前看书 却不知道书的宗旨是什么 满屋子 满书柜都是书 那些书就是他的安眠药 他很高兴 以为他博学多文 现今的读书人和古代的读书人内涵不太一样了 你读六祖谈经 这部经就叫你好好认识你自己而已 六祖大师曰 吾不识文字 辱是取经诵之一遍 吾当未如解说 谈经许多处 六祖都说他不识字 但有人考据六祖识字 不要调入争辩或考据 就像胡适先生考六祖谈经 非六祖所说 胡适先生这样考据是没有意义的 他识不识字 不是我关心的重点 我比较关心六祖讲什么 这段话可以证明不是那本经写什么的问题 而是心的问题 六祖是心打开的人 故法达一念那本经 他就能知道是什么意思 心为大这大物的人 没有这个能耐 法达即高声念诵 至方便品 六祖慈悲 叫法达念给他听 以六祖的程度 不需要全部听完 法华经总共有二十八品 方便品为第二品 送完大概要一个小时 方便品讲的是 佛从定中出定后 告诉舍利福诸佛的智慧 唯有佛才能知道 一般人不能了解的 舍利福要问他 佛阻止他三次 跟他说 你不要问 三次之后 既然弟子请法这么恳切 佛就不得不开示了 既然弟子请法这么恳切 佛讲出所有的诸佛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是什么 六祖大师曰 旨 此经原来以因缘出世为宗 你知道你来这个世间的目的是什么吗 你内心可以有不同的答案 把你们蕴藏于内在的真正的想法讲出来 这样才可以真实地看到你自己内心世界的迷惑 但是 你们都不太愿意讲出来 比如 师父 我是来这个世间受苦的 师父 我是来这个世间骗钱的 你都不敢这样讲 甚至 有人说 上帝把我带来地球 我有什么办法 坦白地说 你不是来结婚的 不是来生孩子的 不是来赚钱的 也不是来受苦的 法华经谈的 就是佛来到这个世间的目的是什么 你没有看法华经 就不知道这个答案 因为其他经并没有谈及 佛来这个世间 不是来当太子 也不是当国王 也不是要来让你拜的 他也不是你的护身符 文后思维 六祖谈经的宗旨是什么呢 心平何老耻戒 行旨何用修缠 感恩六祖会能大事开始 感恩达官师父教会 感恩您的聆听 感恩生命中的遇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